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大陸的現象其實我們也說了很多 這次要跟大家說一說 又是地產問題 武漢肺炎肆虐全球 牽起了很多大部分人上班 都可以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變成 寫字樓的需求當然是下跌 當時我們已經即時支出了 在倫敦的寫字樓下跌了 香港也是 而且空置率很高 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會比沙士差 因為 大家都不用再在寫字樓 坐在寫字樓裏面上班了 那麼寫字樓的需求是不是應該要大跌呢 所以我 對於寫字樓的前景景悲觀 因為以往 寫字樓佔香港成交很大 他比舖位大很多 當然不夠住宅那麼多 住宅是 更加大眾化 但是寫字樓因為 銀馬大欠心很大 所以他那個成交硬是很誇張的 好了 寫字樓全部 都是 變成沒有一個實用的效果之後 就真的是很嚴重 這個情況不只是倫敦和香港 其實 在外國很多大的金融中心 例如東京 紐約 倫敦 法蘭克福 新加坡 他們的寫字樓租金都是大跌 那麼大陸的情況又如何呢 今天我們主要跟大家說大陸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博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Facebook Twitter 我們遲些會慢慢把它搬到VMe 將來我們也有機會抵制 不用了 刪除了 說回內地的情況 大陸近期的數據顯示 以往二三線城市出現的鬼城現象 已經開始蔓延到北上廣深等一線大城市 而空置的就不是住宅 而是寫字樓 空置樓 是去到30多40%的 租金 更加是10級以下 為經濟響起警號 這個不是只有中國 全世界都是 首先看看北京 首都 根據第一太平大維斯發布的2020年三季度北京房地產市場研究報告 去年 前三季 北京寫字樓市場吸納量較去年同期大跌47% 全市空置率繼續走高 處於15%的高位 同比上升了5.9%的 而甲級寫字樓平均租金下滑至每平方米354.8元 環比 同比分別下降了1.3和3.5 第一太平大維斯的研究部負責人更加預期 租金下滑快的情況 不會因為疫情受控而馬上結束 預計未來一段時間 北京全市寫字樓 平均租金仍將於處於下行週期 這個 他的看法是沒有錯的 因為我們一早已經猜了 寫字樓接下來 是會跌得很厲害 因為那個實際需求已經降得很厲害 而且 現在這個 疫情其實還沒有過去的 現在新出現 每個地方都有變種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變種 所以 大家可能真的要戴著口罩兩三年 兩三年寫字樓 玩瘾軟 交給銀行 第一太平 他的報告已經說了 租金當然要下行 另外大德良行也有報告 他說 以往是串金赤土 租金一向堅挺的北京金融街 甲級寫字樓 租金同比降伏達到3.7% 比起 北京 另一個金融中心上海的情況是更加嚴重的 根據央視財經報導 上海洪口區 北外灘 區域的寫字流群 部分寫字流 整體空置率是40% 40% 大家沒有聽錯 前灘 外灘以及大洪橋區 區域的寫字流空置率也是接近40% 至於深圳 重量聯行的報告指出 四季度的空置率是25.6% 但是業內人士表示 實際空置率是達到四成 更讓人擔心的是甚麼 未來五年 深圳 將持續有大量的寫字流供應 有可能未來看到的寫字流將一半以上空 而且目前深圳不少業主之間 甚至還打起了租金價格戰 搶客 很正常 誰想丟空 是不是 而四大一線城市之中 唯獨廣州的寫字流市場 保持較低的空置率 外界估計 因為 廣州的寫字流的供給量沒有那麼高 原因 其實廣州 是真的沒有生意做的 除了傳銷 除了金融詐騙 基本上沒有甚麼外貿 是需要用到漂亮的寫字流 大家想想 金融公司 保險 銀行 金融老千 傳銷 沒有了 沒有行業用 廣州 這個問題很嚴重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 除了投行iBank之外 就是老千金融集團 倫敦金就最給得起租 然後就是傳銷公司 除了這些之外 沒有人需要那麼漂亮的寫字流 保險公司也要 所以 這個是一個世界的趨勢 不只是大陸獨有 以往大陸 因為有鄭州鬼城 也有這個 惡爾多斯鬼城 有很多種鬼城 鄭州我們親身去過新鄭 當時人家稱為新鄭鬼城 初初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 也是沒有甚麼人 但是隔了半年再去 裡面已經入了火 全部都是人 而且 下午去吃飯找不到位 這是疫情前 說17年之前的事 現在是怎樣 我 其實很少跟上面的 是朋友 尤其是以前 做生意的聯絡 因為這場革命一開始爆發 我們上面的生意 我們也知道我們不能做下去 因為你一做 你一定是被人逼的 我的朋友去到八九月的時候 他打給我 他說被人打了三天 當然我覺得他可能誇大了 誰可能打三天 打半天就死了 他說被人打了三天 他說威脅要交我的資料出來 我說你就交吧 你如果是 交我的資料出來 可以補到你的命 你就交吧 那當然已經交了 不然 打死他了 最終我們唯有監平監賤 把上面的股份賣掉 虧了很多錢 虧了很多錢 但也沒有辦法 根本就做不到這些生意 因為這個國家跟我們的 理念是南遠北切的 即使以前在大陸做生意 現在 不能夠再做 我們也不可能回去 現在連香港也不能回去 說回鄭州的鬼城 他後期真的不是鬼城 滿了 但是中國的特色就是 他一賣到 他是瘋狂建 現在問題就是 在外國沒有那麼嚴重的問題 因為人家的寫字樓不是瘋狂供應 不是瘋狂建房 大陸 反過來是瘋狂建的 那些寫字樓很漂亮 建到一棟獨 根本在鄭州就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全部是玻璃幕牆 全部建得好像紐約 好像杜拜 好像倫敦 倫敦的寫字樓根本就不入樓 倫敦的寫字樓根本就不入樓 因為金師長的碼頭似樣 他全部都建得是最一線的 但是裏面當然很差 各方面的配套當然是 金玉旗外敗水其中 還有一些人 那些人在甲級寫字樓上班 竟然在 電梯大堂隨地吐痰也有的 你想想大陸在甚麼地方 看到也有少數人 我們認為大陸的情況會嚴重 因為 他的實際需求降低 而且加上網購大行期 現在連商業鋪圍也死了 街鋪也死了 所以 除了自己可以住的樓之外 鋪圍寫字樓 也是大跌的 重在區 香港也不例外了 當然我們也提醒大家 當時有寫字樓 趕快走啦 你打算拿著寫字樓 湯文亮他們 死定了 跌一半也沒有人要 找鬼租啊 現在誰跟你捉寫字樓 在家裏都可以做的事 哪需要跟你 100元呎50元呎跟你捉寫字樓 在家裏都可以做的事 所以 接下來的字樓 回到沙士價差不多了 你如果有錢的 你就借多兩三百億來掃貨 放心 你如果借得到 一定可以讓你買得到的 你放心 怕你不夠錢賣 所以 大陸的情況是跟香港不同的 因為香港的供應始終有限 那些貨 你不會 軟金 不會突然間在旁邊 弄了多一棟軟金出來的 那麼多人都很有錢 難道跳樓 跳到3000元呎給你嗎 不可能 但是也會跌得很重要 因為沒有人租 當一些寫字樓沒有人租的時候 你的價格就要不斷下調 才能反映到實際需求 實際價值 大陸 大陸 供應是無限的 一有人要 一個地方 一個發展區 全部都 蜂擁起寫字樓 那些數量是驚人到不得了 根本 是用不了那麼多寫字樓 有那麼大量的空置 你想想 是不是兩元租 這裡人家只能用兩元 一元跟你租 一萬呎 這樣 到時 電費也不夠交啦 管理費也不夠交啦 那麼你想想匯報是怎樣的 拖到只剩一厘也沒有 只剩零點多 樓價不想到有鬼嗎 所以 接下來 如果現在的趨勢持續 疫情再嚴重 嚴重多一點的話 寫字樓的空置率可能是七八成 因為真的沒有需要 那麼大家可以想一想 跌幅有多大 那麼鬼城 沒有人住的 才叫鬼城 如果有人住的 也不能叫鬼城 最多是鬼寫字樓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